那堵了白卡丝 有人想染黑了 咯咯咯咯咯咯咯 浪哥你别说了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你还适合在餐饮馆里吃完面 朋友们大家好 我请到了 你们啊地方人啊 老是说我只配吃面 只配吃面 咱今天换个高大哨 五星级的吃个早餐 自助的 走 上面写的是招牌推荐面条 这边来的一些吐司 安家黄油标配 这些应该是老美比较喜欢的东西 老虎爪 这个呢确实是上海小吃 但无锡也有 干净又卫生 不喝横喝水 铁板凝倒 新鲜看得见 铅蛋的水平 好像餐厅整体环境 这就不用说了 星级酒店 这个布丁 叫鸡蛋布丁 做的还蛮漂亮的 这个培根看着咋样 有感觉吗 茶叶蛋 各式鸡蛋都有 蛋炒饭看着不错 蛮有食欲的 这个看着好清淡的 没油水 这个喜欢传统糕点 咱这边还有小笼包呢 这个还是有感觉的 豆花自助调料 甜豆腐呢 甜豆腐呢 你喜欢吃哪种 我甜的咸子都来 你还别说 星级酒店这个面条 看着还不错 这个面汤水 咚咚咚咚咚咚 小冷菜还是不扫地 我也是就是吃面的命 不管到哪儿 都来碗面条 面条还可以呀 浪哥这个面还不够你吃两口吧 敞开着吃 但是不能完全吃面 吃点其他的嘛 开玩笑咱在哪儿 五星级大酒店 你就在让我怼的面吃啊 酱油汤 嗯 不是说酱油汤不好 总为是缺了点意思 这个我原来一块吐司 三块安家 浪哥这个手法还是有点熟练的嘛 这些啊 没带酒 不然这些啊 静静心心 从早饭干到中 蛋煎的不错 但是用了模具 如果是毛鞭 那就更好了 给您各位喜欢蛋 洋气点 人家单边 那您各位是喜欢是这种 糖心蛋还是全熟 这个说实话 做的一般般 正常啊 真的是外面要焦脆 这个缺点时间 缺点火候 但是这个啊 是真广告 实话实说 对于星期九店来讲 这边的餐品的品类 吩咐度 我觉得是不够的 如果说的价格呢 正常买单应该是88块钱 一个人 这边好像也有年卡 这个可能会更加合适 到这边啊 我感觉更多就是 环境氛围逼格 那您会选择这种环境服务 还是会选择 街边小巷的那种 亲民的苍蝇馆子呢